宝马这一次真的是杀红眼了 以下三款这行不仅是性价王 更是暴跌王 从50万一口气跌至20多万 这样的优惠力度在宝马的历史当中 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 这是要把奔驰和奥迪给逼上绝路啊 不过看出去还是很有面子的 现在入手也是比较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宝马武器 可以说能开上账款这的消费者 那基本上都是中产家 且且现在账款这外观方面变得年轻又时尚 深受我们年轻人的追捧 只不过现在账款这为了充销料 也是采取了大幅度的优惠 官方售价436500到562500 综合优惠能够达到8500 最低售价34万多就能够拿下 虽然是入门级版本 但是马力也告不到哪里去 只有184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525版本 想要动力强 那还得入手达到530版本 马力能够达245 匹配8IT变得香 0-100加速能够达到7秒 开起来不仅动力强劲 操控方面的调教那更是一绝 要知道这款车采用的是50比50的配重比 无论是你入弯还是出弯 都是不会出现侧倾的情况 再加上车内空间宽敞 更是深受婚姓公司们的喜爱 车长5米106 轴距3米105 车内豪华感不行 但是科技感还是比较足的 再加上转向也是比较精准 可以说指哪打哪 现在这款车优惠力度这么大 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宝马一系 这款车可以说是我们上半组 目前能够买得起最便宜的宝马车型了 但是它的入门级版本却是三缸机 如果你只是投便宜 而且不考虑它的后期养车成本 那么你终究会为你的选择而付出代价 推荐考虑阿兰人T药业版本 优惠后的价格15万多就能够入手 也是给了我们普通上班族不少希望 要知道本田雅各业的十多万 远不如占款车开着有面子 并且在动力方面搭载了宝马著名的 阿兰人TB48发挡机 马力192扭矩280 再匹配7辆40双利盒 动力也是比较强劲 而且还不用担心后期养车成本的问题 更是十年开不坏 这难道不比入手三缸机划算吗 外观方面依然是采用的架组式的设计 它长4米662 轴距2米670 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上下班待步接送孩子 它都是非常合适 虽然入门级版本跌至12万多 但是作为车评人 我强烈建议去入手2.0G 而不要去摊便宜 因为图便宜根本就不是这个摊法 对此你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吗 第三款宝马X1 这款车的知名度那可是相当的高 并且在销量方面 更是甩通级别执行三条街 不过目前这款车是加入这一降价行列 这道价R79800到343800 狂降10万 罗车18万多就能够拿下 而这也是入门级版本 和宝马一系如出一辙 都是1.5T三更机 谁买时是冤大头 推荐入手最想版本 搭载R2.0T发浪机 8SBM箱 马力192 扭矩280 地盘还搭载了四驱 而它的领先版本搭载的是 7档式双离合 没有匹配四驱 优惠后的价格分别是R23万多 R15万多 可以说这两款版本都是它的走量车型 至于怎么选择 其实还要根据你经常在什么路况下行驶 差长4米565 轴距6米780 车内空间宽掌程度简直不输 中型SUV 底盘方面的调教更是宝马拿手好戏 后背向容积还能够达到1650多升 出去自驾游开这款车 完全不用担心东西放不下 现在价格狂降 入手真心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宝马车型入手相当的划算 但是三缸机还甚之又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